所以這讓他們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 因為是他們完全的獻給神。 這樣的獻祭是非常強烈的, 因為他們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現在,之前我們再進去更多,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裏, 我們應該不會忘記, 因為我差不多忘記了, 啊,對不起, 其實,在這裏, 在這裏, 我沒有找到英文, 我沒有找到英文, 但是, Clement可以幫助我們。 我沒有找到英文, Clement可以幫助我們。 你看這首詞, 不,不,這首詞, 這首詞, 阿парχή, 阿парχά, 阿парχά, 從這裏, 我們說, 只要一種狀態, 你怎麼能說的呢? 一種狀態, 先整個狀態, 地幼稀貌, 發生的狀態, 從其中本來。 你見, 狀態, 的時候, 從相同的語言, 它像是狀態。 對狀態, 一種狀態, 那些狀態。 那種狀態, 那為了忌 ¿Qui diets? 因為誰是撒種的人,當然是神他自己撒種的人, 那結出的果子,然後獻上。 他宇宙說,獻給你, 那教會的果子就是殉道士。 因此,我們過五行節的時候,會紀念殉道者。 為什麼? 因為聖靈的果子是什麼呢? 聖徒,愛耶穌的人, 那些人以不同的方式來愛祂。 因為,例如,今天, 在台灣,我們有自由, 沒有人在做任何事, 但要保持你的信心, 即使別人說,我會給你錢, 我會給你這個,我會給你這個, 你會很重要, 你會失去工作。 在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在以前就不是這樣, 因為你愛神、愛上帝的話, 你必須要犧牲很多, 你可能會失去你的工作, 甚至失去你的懸命。 所以,她說, 在他們的祈禱, 祈禱, 在神經病之中, 在神經病之中。 也要藉著聖母, 瑪利亞, 聖母, 是上帝之女。 這就是神經病之外的意思, 說,聖母是真正的, 聖母, 聖母, 聖母是真正的, 聖母, 聖母。 那这就是指这个上帝的母亲,就是指玛利亚是这个耶稣,因为耶稣他就是上帝,他是上帝的母亲。 因为他就是上帝,而不是单单的玛利亚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篇章节,在开始,两个祝福。 第一个祝福的祝福,3,5 我们看到这些祝福的祝福,在这个祝福的祝福上。 这样子的预言已经出现了,就是刚才所读到的羔羊会在这个祝福上。 当然,耶稣有这些祝福的祝福,也许是这个祝福的祝福。 这是什么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这是什么祝福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您可以看到,对吗? 我会把祝福的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这是什么祝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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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